在海军北海舰队沈阳舰上 三级军事长舒立 不仅是战友眼中 驾驭轻型战舰的排头兵 装备维修保障的急先锋 还是一位防护反倒的兵专家 两枢三 两枢三 走破 往海 往海 北海舰队 速度战舰已达攻击位置 实弹演练进入三件阶段 导弹发射进入放弃时 紧急时刻 沈阳舰上的一组交换手里气 突发会长 舒立带领官兵排查会长 得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短短几分钟 在预定时间 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像我们整个系统来的话 来说的话 各种开关 大约有三万多个 还有这种时光 大概有四万多个 密密麻麻的 很多很杂 但是我自己也很懵 第一感觉就是 感觉无从吓死我 轻轻健康信息化程度高 科技还要的 整了价一看 数量成千个四十万 他一笔一画的 把操作面板画下来 反出记本 遇到的地方 及几个办法 随时记录下来 这样的学习语记 数量学习几十分 确实在学习专业的话 没有这个专业 就一直在 翻一些电路图 翻一些原理图 去深入地去设计的 做到装备 有时候我们书写 还在加弹 2007年6月 沈阳建 迎来首次航空导弹发射 迎接数量的超速技能 数量力人超过两个手度 领导计算机 完成对目标的准确计算 以系统数量更多 仅是快了一倍 首战告捷 数量并不满足 他又搞起了P数革新 经过不断调试 认证和试验 沈阳建的导弹系统数据 输出速度 提高了十多倍 我把导弹打出去 我把导弹打得很精准 我觉得那他 在我们手里 就没有任务之地 更别说 这个能够形成 这么大功能 经过一次次实战演练的聚火 书令和沈阳建 对舰走向成熟 2015年 海军组织实战化演习 沈阳建 首次使用舰空导弹 打击水面目标 挑战面前 书令一边加紧实操训练 一边反复修改射击计计划 我们是 从来没有打过水面目标 而且时间非常短 错过了 就说明我们失败了 演练当天 随着一身运下 剑空导弹 运生出头 海上目标把被击准 现在这个 山下的标准 标准越来越高了 就是这个 标准的打扮 直接把这么两个造 国家把这个 一套好的训练给我们 那我们就有这个 责责死命 把这种装备 也抄得很可怕 居住过圆满来的任务 书令收拾的成功系列 也在反复中的经验 寻求再次突破 作为区队长 他注重发挥 专业特场 进行航班代 培养的近百年技术主带 已成长为 抄建下肢的 海伯 在他的感动下 旧强能 是打赢 建功深栏 成为我们共同的 奋动目标 靠素质力深 凭实际进步 成为了大家的 自觉行动 感谢观看